字幕君 頭到冬天還有草魚飄在水面上 這個時候其實在釣釣的時候 真的不是不用太多 嗨,大家早,我是戰士比 今天是2021年的1月2號 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那希望在2021年大家能夠 持續支持我跟諾諾哥的頻道 台灣飛釣 我今天來的地方是老地方在基隆河 觀光釣點,因為蠻久沒來了 然後打算來釣草魚 那如果今天沒有草魚屋溜的話 我就去釣釣烏魚 烏魚現在已經有靠了 那我今天帶的竿子是9號竿 然後8號的種線 打算是用釣釣的方式 用的是捕絲毛鉤 那這個基隆河這個光光釣點呢 前幾天出大水 所以現在的河道也有稍微改變一點點 旁邊的一些草都已經被沖掉了 那卡樓變得比較好一點 然後有一些地方有淤積了 上次我去水尾灣看了一下 有些地方也都有淤積沙 所以河道有在改變了 所以要慢慢了解現在魚躲在哪個地方 然後等一下就要來開始釣釣 然後釣釣我還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一開始釣釣的時候其實量不用太多 尤其是用吐絲這個東西 大概就是5到6顆慢慢釣 慢慢釣 如果發現它有出來爆的時候 就可以不用釣那麼多 祝我們好運了 加油 READ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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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魚 應該吧 因為沒看到魚嘴 牠吃得很小心 牠是用非常小的水花 感覺到像花柔漢一樣的小水花 才剛來 第二竿 第一竿開槍沒中 第二竿就中了 一分鐘而已 覺得沒有很大的感覺 還是我用九號竿 真的不是很大 小草魚 還是要撈起來 小草 小草 小草也好 剛剛一開始來釣的時候 又有了第一個 大概又有了七八顆吐司 發現牠有出來爆了 才開始釣 所以其實真的 你在土是在釣釣 不要撒多 多其實沒有意義 因為牠如果今天有在水面上 搜尋想要吃東西 其實幾顆就夠了 撒太多 牠一直往下游飄 那牠會一直跟著往下游 那這樣也不好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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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魚還是會沖啊 會沖就不 就還要這樣 啊小草小草小草 六七十 應該七十吧 好 找個地方拍照一下 好 找個地方拍照一下 好 OK 拜拜 好 來第一竿開槍沒種 第二竿馬上種 才剛來不到三分鐘就先種一尾草魚 我現在看到河道中間還有草魚飄在水面上 這個時候 其實在釣釣的時候 真的不是不用太多 太多的話 牠一直往下游流流流流流流 那魚就一直跟著往下吃下去 所以我今天就打算 三顆三顆五顆 就是最多六顆這樣子釣 我現在看水面上還有魚 我們再去釣釣看 來加油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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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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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一隻肥啊 去吧 拜拜 中第二尾草魚了 這一尾大多了 大概91-92左右 可是很肥啊 我的手掌心十指下去 都還比它瘦 大概11指12指寬 真的蠻肥的 不過沒有破名啊 但是如果有帶重量的話 這個重量應該蠻重 下一次應該要帶這個量重量的來 因為有一些可能不是很大 長度不是很長 可是它重量很重 剛剛那隻就真的蠻肥的 那再跟大家再講一下 釉釣基本上不要一次灑太多 你第一次灑多一點是沒有關係啦 但是不要灑太多 真的是浪費 你知道大概幾顆幾顆釉 那它如果有魚出來的話 它基本上就會出來爆 然後你再泡到它的上游 飄下去之後它就會爆 草魚算是Fly裡面齁 四大家魚裡面 我個人覺得是最好釣的 就是吃耳是最阿沙利的 它只要一吃就是砰 就整個脫走 是最好釣的 那鋁魚稍微近一點 那鋁魚呢 鋁魚出來的時候 吃耳也是非常的阿沙利 不過鋁魚要出來吃耳的時間 跟距離次數比較少一點 好啦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 還有開啟通知 掰掰